天下风云出火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玄醉叠影谈笑中 圣死人间几轮回 大家好 我是阿末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堪称反腐天花板的狙击大作 痛击 故事发生在印度梦买 这个西装革履 长发飘逸的蓝衣男子 名为巴赫 身为投资银行家的他 身价过亿生活如师 人生的每一秒都被成功充斥 真可谓登峰造极 但在后的家底 苦不营收只吃利息 终有一天也会坐吃山空的 所以巴赫每逢周一 便会拜访那些照顾他的金主 借以稳固关系 而今天又到了 每周一次的惯例送礼日 只见巴赫身着正装拉上后礼 脚踩卡罗拉缓缓进入闹市 随着一阵长途奔袭 巴赫寻到了一处郊区电话亭 漫步走了进去 而报庭的老板似乎已等候多时 哈哈 你一来我就知道今天是周一 快看 政府昨天才建好了电话亭 阔不扣起 巴赫微微一笑 迅速开门拨通住手电话 准备记下今天要拜访的亲主地址 结果正当其记录之时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毒贩子开门问路 似乎要将手里的箱子放在这里 巴赫不愿多言 解释无果之后啊 一试精准的断薄杀控制毒贩 将其丢了出去 记下全部的金主地址之后啊 巴赫一把挂断准备出发 却不料 在其转身的一刹那电话亭的固化 再次响起 巴赫以为是助手遗漏了什么 赶紧将电话接起 殊不知 一道针对他的连环杀局 在此刻悄然开启 将其推入地狱 刚才撵人的断薄杀力度精准 干净利路 你从哪儿学的 你的皮鞋不错 古迟的 我猜是在迪拜的欧拉商上买的吧 对了 你的腕表也不来 价值一千万的劳力士 我猜是在伦敦的皮卡迪利买的吧 还是用的英镑 现金 巴赫一听 当即将在原地 因为他的皮鞋腕表 跟神秘人所说完全如出一辙 不等巴赫回答 电话另一端的神秘人再度自语道 真难想象啊 一个衣冠楚楚的投资一行家 竟然是一个连自己抹清都卖的畜生皮条客 听见此话的巴赫直接就怒 你别以为隔着一根网线我就奈你不合 你再敢血口喷人 终伤于我 我报警抓取录音 给你 得进派出所 神秘人一听当即缓声道 你有两部手机 为什么与人联系还要躲在电话亭呢 无非是固定电话难以追踪通话内容吧 你说我理解的对吗 巴赫 哦不 应该叫你阿密尔巴赫才对 听见此话的巴赫彻底慌了 当即让神秘人晚上打他手机见面商议 话把之后赶紧挂断 准备寻原兵去 结果 不等其将电话摆好 一刻大口径子弹破空而至 距离他的心脏只剩一厘米 心有余悸的巴赫再不敢提挂断之事 而在同时 神秘人再度放话 好好想一想 一个职业杀手为什么偏偏盯上你 巴赫结合自己过去的种种开始通脑风暴 顿时便有主意 说吧 是哪个破鞋雇佣了你 我知道我老婆肯定不是 他认为 那个雇佣杀手的破鞋 肯定是跟他一夜风流的少女之一 这一百万绝对能让杀手满意的回去 于是便再次挂断电话 试探刚才的猜测是否属实 结果 在挂断的刹那 一颗子弹再就来袭 精准的打碎了他的小指 这一刻 巴赫被死亡阴影彻底笼咒 风一样的提高假力 一百万不行 五百万也可以 实在不行 一千万也可以 只要你不杀我 报仇绝对能让你满意 正当巴赫恐惧之时 一个面色苍白的隐君子就在电话庭问路 因为他和卖家私下约定 海独就在这里交易 不知所以的巴赫一怒特亚将军灭了出去 暴怒的隐君子顿时独以发作掏枪对峙 眼看目标危在待兮 位于高地的神秘人一枪打出完美救世 自然而然发现隐君子被枪杀之后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全部围了过来 里于电话亭的巴赫瞬间成了瞩目的中心 所有人都以为是巴赫语气推推攘攘中开枪杀了对方 而在同时 接到报警信息的区域巡逻警 乔山第一时间到场 稳住巴赫的情绪之后 主动抬走尸体 并趁无人之时找到了线路河 借以监听巴赫在电话里究竟有何隐秘 却不亮 在那线路河之内藏着一个极为陷阱的扰引起 将电话亭的通话内容完美的保护了起来 若是强行拆除 必将会挂断通讯得不偿试 嗅到猫腻的强山只能步步为营 打探巴赫的虚实 在这的同时 印度电视台当家画蛋卡莎带人赶到现场 准备将第一手的新闻报给台里 结果随面一询 发现了惊天隐秘 在那电话亭的玻璃上有两个弹孔 这说明在电话亭对面的顶天大厦之上有狙击手的存在 而方才那名死者的死绝对有猫腻 为了安全起见 更为了拿到独家幸福 卡莎决定将这一细节告知乔山与其合作 乔山没有决绝 稳住现场之后 当即带人向顶天大厦抹去 另一边 将巴赫推至焦点中心后 神秘人再度发声 站了这么久 饿了晚 打开你前方第二个抽屉 我给你放的有黑锁金炸药 有炸药之王TNT1.5倍的爆炸威力 把它拿出去 让吃瓜群肉退得远一点 不知怎定 这人一多我手抖不已 无奈的巴赫 只能照做 自然而然的 在听说有黑锁金炸药之后 各路媒体正式疯狂 这个郊区电话亭一跃成为全市关注的焦点 没有之意 心情愈发焦熟的巴赫 不敢在这般曝光下去 再次去火道 不管你为什么 到此为止吧 我给你一千万 让我离去 今天此话的神秘人嘲讽一笑 一千万 不过我想要一个亿 而且必须是现场 巴赫直接就急了 你当我是银行啊 随时能有一亿现金拿出去 神秘人再度心平气和道 你早晨开的红车里 就有一个亿 这一刻 四肢僵硬的巴赫 再遭勤奸匹力 被动承认了这个事实 在这同时 乔生带领巡逻警赶到顶天大厦 通过监控信息精准确定了杀手的狙击位置 于是迅速冲了上去 熟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 接在神秘人的掌握里 不等警察爆破入室 他已带上所有装备滑入电梯井 隐于闹事 而后在警察离开之时 再度进入顶天大厦 赶至了第二狙击点 不想给一个亿也可以 但你需要在公众面前忏悔 立下独屎 和一听当即洗上心头 开玩笑 独屎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他就不可能在炮牛之上 达成千人产 于是在卡莎的直播上 声力俱下的 他开始忏悔自己玩弄女性的工作 并真诚道歉 同时 在末尾之处 告知电视机前的妻子 床头柜的讲座层里 有一声致歉信 而今 借着这个机会 刚好让其面试 忏悔结束之后 神秘人不由的夸赞拔河 好一招 名修战道 暗度陈仓 但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 你所谓的道歉信 为何物 里面 不仅有你们一家三口 新护照 新身份 新信用卡 还有前往你幕后金主 巴德家的路线图 巴赫一听当即产生道 你居然知道 帕尔 神秘人一听巴德二字 当即怒施道 他恶贯满盈 罪孽滔天 利用自己 预备孟晚市长的权位 从印度儿童福利院 分批培养幼女 进而迈向世界各地 而在 上个月交易的 二十六名女孩里 我只救回了二十二个 另四个 永远倒在了 暴力和污秽的深渊里 而你 就是魔鬼的触手 饿狼的爪子 听听吧 这二十二个女孩 我都是以你的名义救出的 看看这帮可怜的孩子 会怎么感谢你 将他们推入地狱 听着女孩们质朴的语言 略带颤抖的呼吸 把喝顿时时泪入决定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会再 助手回虐 永远在印度消逝 神秘人一听当即评审道 好 那你把红车钥匙丢给警察 我就放你离去 听见此话的巴尊顿时一个机 还真的兄弟 给我半个小时 我一定会原封不动的给你一个亿 但这车钥匙真的不能给你 神秘人似乎猜到了这一切 当即拨通下属电话 斗邀斗邀 确认贺妻逃跑位置 而后迅速电联巴德 汇报位置 这一刻 霸赫彻底慌了 直接将车钥匙丢给了乔山 拿到钥匙的乔山直接开门 刹那间一包又一包的线钞 掉落在地 经过印度储备银行的新年之后 发现整整藏有50亿卢比 原来巴尔一直支支吾吾不愿开门 为的就是藏好这50亿 数字 电话另一端的神秘人 早已将其看透一览无遗 与此同时 躺在温柔乡的预备市长巴德 被心服惊喜 得知了巴赫手机关机 直播忏悔 51位报仪式 怒火中射了他 直接派人赶往了巴赫家中 猎杀巴赫七女 这已在失控的巴赫面前 拿到最好的谈判事件 却不料 那个戏耍巴赫的神秘人 早有防备 敢在政府军抵达之前 显至优先的 指挥母女二人 安全逃离 感受着神秘人的逆天手段 巴赫风一般的质问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要将我囚禁于此 陪你演戏 看着人群之中的异样 神秘人顿时低喝道 我没喊巴赫一次 你就趴在地上 保你不死 不等巴赫反应 一辆满载杀手的SUV 冲物现场 赫然是要刺杀巴赫上 即死无全日时 位于高处的神秘人 一枪打到车胎 让车辆失去控制 故事趁杀手分眼突破之时 全部点杀至死 见了现场的燃眉之急 目睹这一线的巡警 乔山震惊到无以复加 他怎么也想不到 方才追踪卢果的杀手 竟然会救他于水火之中 可也就是此举 让他真正明白了巴赫的含义 很明显 有人要杀人灭口 而那个狙击手 才是守护天使 反观 巴赫则吓到不成样子 神秘人一句话 直接让其稳住心神 电话亭下半部分的玻璃是防弹的 所以你才侥幸不死 看着窗外警察手中的五十亿 以及电话中自私不倦的神秘语 身心疲惫的巴赫 无奈问道 你到底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现在的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神秘人微微一笑 当即朗声道 我要你上周三帮巴赫 存进瑞士银行的三百二十亿卢比 这一刻巴赫顿时明白了所有 你跟巴赫的一个德行 他搜刮名指名高 你却要连门带立的夺去 不 你比他还要令人不迟 听见此话的神秘人直接回怼 这些钱不归我 他说 那些从出生到死一辈都只能住在烂窝旁的老虎的大众们 他属于那些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家人却在饥饿中挣扎的老虎大众们 他属于那些工资里的最晚 却首当其中被扣税的中产大众们 他属于那些为国捐居战死沙场的军院 一双满 这些钱应该发到他们手里 而不是躺在瑞士银行的账户里 让巴德的畜生身至天际 在这同时 巴德发现了兵分两路刺杀巴赫无果之后 当即带人改制了印度总理府 向中央施压 马上派人给我杀了这个巴赫 不然咱们所有人都死 在层层施压之下 警察局局长乔红案迅速拨通乔山电话 让其寻到机会杀掉巴赫 只要完成任务 让其一步登天坐上副警长的位置 听见此话的乔山彻底明白了这一切 当即一口回绝 我乔山无父无母无妻无尔 若能为正义而死 我死而厚恨 挂掉电话之后 乔山当即通知巴赫 让其抓紧招工 他只有最后十分钟时间 一旦上头派人到此 他将再无权利涉及此案 却不料不到一分钟 警局交接人马已经到位 无奈的乔山只能交枪卸甲 却不料在失去武装的一瞬间 便在原地射杀 而这个出手之人 正是印度反恐安全局一把手 乔峰 处理完半角石之后 乔峰当即换洗侦察机 搜寻狙击手的位置 咱就是说 王牌不愧是王牌 翻手之间便寻到了神秘人的位置 不等神秘人反应 一举反恐的基因 已然冲入宫内 灵威不断的神秘人 当即开始火力全开 七七八十二事之后 拼着众伤之趣顺利结束战斗 这一刻狙击电话亭再无意义 神秘人当即联系巴赫 从现在开始 你随时都可以离去 但请你记住 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根 你的圆 都在哪片土地 大受震撼的巴赫一怒之下 要来国库账号 将巴德的黑色收入 转走了五千三百二十亿 眼看自己的养老金被巴赫挥霍一空 暴龙的巴德当即下令 杀无射 包括现场的两千民众 两百媒体 随着乔峰一声力响 位于周围大厦之上的枪手 火力全开 刹那间 便有百人倒在了火蛇之下 哀嚎遍体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巴赫彻底怒了 仗着防弹玻璃的防御 再次开启转照 赫然是要将巴德资金炸干 不留一丝余地 这可急坏了在装甲车里面指挥的乔峰 为了力挽狂澹 更为了在中央面前好好炫技 他架起狙击枪 进入射击位置 殊不知 楼上的神秘人 以警戒多时 随着一道消叫响起 乔峰被一枪炸弹 死无全食 而再次同时 巴赫通过账户 再度转出两万亿 进入国库中区 故事的最后 巴赫成了人人敬仰的反腐英雄 而神秘人 则适了佛一去 深藏功与名 尺度极为煞裂的反腐大族 尽管属于翻拍经典民族 狙击电话亭 但后半段 这坡欧加的印度咖喱 实在够味 强烈谢谢大家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默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